人们常说蛇吃黄鳝就是在找死 难道蛇真的不能吃黄鳝吗 在动物界中 同类护食的现象并不常见 但蛇类却是个例外 尤其蛇中王者眼镜王蛇 它们不仅专吃同伴 甚至在饥饿时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放过 但其实 这种重口味的事情还会发生在澳大利亚红背蜘蛛的身上 通常情况下 雄性红背蜘蛛会选择比自己体型大的雌性进行交配 可在一阵翻云覆雨过后 雄性蜘蛛便会主动将自己的腹部接触到伴侣的身体 而当这些雌性把对方的精子都储存到自己的身体后 它们就会在长夜的辅佐下吃掉雄性的腹部 可能对于人类来说 动物的这种进食方式和自相残杀没有任何区别 但在这些动物的眼中 同类相识只不过是一件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动物可以如此不管不顾的呢 这里我们就拿蛇来举例 蛇一共可以分为毒蛇 油蛇和蟒蛇这三大类 但它们的行走姿态却各不相同 其中有些蛇类喜欢走直线 而有些蛇则钟爱曲折式的爬行 但无论如何 这些蛇的移动速度都十分惊人 一般来说 蛇的栖息地都是不固定的 它们大多生活在小溪或植被茂密的森林以及灌木丛中 并且蛇类还有冬眠 夏眠的习惯 蛇是非常典型的食肉性动物 它们主要以昆虫 猎齿木动物和小型哺乳类动物为食 虽然黄扇和蛇都是肉食类动物 但人们对它俩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蛇在寻找猎物时 一般会利用自己的感觉或红外线传感器来确定对方的位置 但在捕食的方式上 每种蛇都会采取自己擅长的作案手法 对于毒蛇来说 它们会把自身的毒液注入到猎物的体内 然后只需等待对方毒发身亡 它们就可以安心地享受美食了 不过 这种快准狠的方式显然并不适合无毒蛇 于是对于无毒蛇来说 它们的觅食方式就会相对麻烦一点 通常情况下 无毒蛇在咬住猎物后 便会直接把它们给生吞进体内 但这种猎食方式往往只适用于一些小型的动物 而一旦猎物的体型超过了无毒蛇的嘴巴 它们就只能转换策略了 因此 当无毒蛇在猎杀大中型动物时 它们通常会和对方直接扭打在一起 而一旦让无毒蛇寻找到时机 它们便会利用自己细长的前半身 把对方给慢慢地勒死在怀中 可当蛇在遇到黄膳时 它们的那一套招式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虽然黄膳的身形很像蛇 但它们却是一种黄膳鼠的硬骨 黄膳的表皮不仅十分光滑 而且还没有灵天 所以它们主要栖息在浑浊泥汁的稻田或低暗的实系处 一般来说 黄膳的体长在20至70公分之间 所以 即使蛇对黄膳有所想法 它们也很难将细长的黄膳给吞入腹中 为什么说黄膳是蛇类的克星 这话到底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虽然蛇不会轻易地招惹的黄膳 但当它们处在饥饿时 也会偶尔对黄膳痛下毒手 而当黄膳在蛇的肚子里慢慢死去后 它们的身体就会逐渐坚硬 这可就害苦了眼前的这条蛇 一般来说 蛇的消化系统都很强 不论它们吞吃下什么动物 都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地消化掉 所以 即使是对于骨骼 羽毛这种不易咀嚼的物质 蛇也能通过粪便排除到体外 但在黄膳的面前 再强大的身体结构也发挥不出来一丁点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 在黄膳死后 它们的身体会逐渐变硬 这就和一本书一样 其实原来这本书是合着的 但随着人们的翻动 书就会呈现打开的状态 而蛇的身体就那么一点空间 黄膳的不断变化 就会使得它们的身体无法进行弯曲活动 所以时间一长 蛇自然就会死亡 但其实 黄膳还是一种有毒的动物 但蛇却并不知晓 所以即使蛇的体内也存在抗生素 但它们还是会产生中毒的现象 那蛇真的就拿黄膳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其实也并不完全是 只要蛇不怕淤泥和沟渠的脏乱差 它们还是有机会能捕捉到黄膳的 但成功的概率却十分渺茫 这主要还是因为蛇的皮肤并不光滑 所以 一旦它们身陷在淤泥中 就很有可能会被泥沙给直接埋没掉 由此可见 蛇吃黄膳是在找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科普解说员在线真高了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